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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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馬上要介紹 兩隊參賽的隊伍 首先介紹我們的統統隊 統統 跟媽媽的美麗的統統 還有帥氣的國賢跟 以及我們的愛子 不要你啊 完美的組合 緊接著介紹我們的元昊隊 有我們帥氣的元昊 暗戀元昊的棋惠 以及我們的道雲 是的 一字聯想題 第一題 好囉 在開始猜之前 先給你們一個提示 這個人 他是 台灣人的家 馬上來看看第一題的 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台灣之光 直大傑出青年 兩隊請搶答 我跟你講這個一看就知道 誰 台灣之光 台灣人的驕傲 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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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隊不對 不對 換我們 換我們 元昊隊請作答 我們知道的 曾雅妮 他也是九號的 是 而且是最近的時事 高爾夫 對 時事 最近的時事 曾雅妮 對 不對 不是 請接著馬上來看 第二個線索會是什麼呢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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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請搶答 黃龍隊請作答 誰啊 那個誰 誰 賽德克巴萊 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 台灣人之光啊 跟立法院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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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有什麼關係 要下去拍電影啊 可以才得到 達到那個獎項啊 OK吧 賽德克巴萊 對不對 他會不會去研究 什麼東西得過獎的人 我想說那個誰 李久澤 李久澤對不對 李久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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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們講到李遠哲啦 他講到李遠哲 李遠哲韓國人啊 李遠哲博士對不對 錯 再給你們一個提示 好 他 曾經代表台灣 出國比賽 馬上我們來看 出國比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兩隊請搶答 五更換 有沒有可能是跑步的 你是說記證嗎 對 他是得進來 來 袁浩隊請作答 沒有 大家有沒有猜記證 好 記證好了 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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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補隊 好 喂 各位 出乎意料之外 對不對 大家最爭議的就是奧運同盤 1968年墨西哥奧運 80公尺低欄 以10秒4的成績 奪得同盤 10秒4 非常棒的成績 很厲害 好快 很快 10秒多 還是飛腰中的領養 對 最後一個提示就 非常提示 很明顯的領養 所以就是 鄭姐就是我們的 記證 台灣之光 好 緊接著來到了 抑制聯想題的第二題 抑制聯想題的第二題 我可以給你第一個提示 那就是 物品有多少你就知道 他是媽媽婆婆們的這樣 我們來看 那是廚房的 廚房裡面 好 大分钟 兩隊 請搶答 廚房隊請做答 雞毛毯子 為什麼 有 那個親家裡的那個時鐘 都用雞毛毯子去親 其實我覺得他講得滿有道理 對啊 可是這個鐘很高 你要怎麼親 而且你這個可能要 1000個雞毛毯子 對啊 一萬 它那個是一個象徵 我是說可能人家家裡的一個鐘 好 雞毛毯子對不對 有 不是 有 對 請做答 媽媽婆婆媽媽他們最喜歡 就是整理家裡的東西 對 那有沒有可能是電器用品 對 我們來拆吸塵器好了 好 吸塵器 好 大家呢 一聽到是物品 就瘋狂的 猜 然後大方向是婆婆媽媽 而且都是清潔用品 對 清潔用品 所以你們就拆吸塵器 對 我們比較先進 他們用雞毛毯子比較遜 我們用吸塵器 他們是什麼年代啊 他們是後來的 我們是現代版 是 但吸塵器跟這個鐘有什麼關係 對啊 沒有 它只是一個國家 一個象徵性的國家 它可能是一個 國外發明的什麼東西 但是這是婆婆媽媽最愛的 美國發明的吸塵器 是 吸塵器對不對 不是 好錯 馬上來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美鳳姐 美鳳姐最愛 美鳳姐有代言過的 兩隊請搶答 就計時器吧 譬如說我們炸 有的時候外面看人家炸雞排店也有 對 對 設立好一分鐘 會有一隻雞 然後跟你說餐好了 好有概念 沒有 有在做飯 他就知道了 我有在做菜 給他個掌聲鼓勵愛 好媽媽來的 好棒 烹飪計時器對不對 不對 好 對 我有答案 婆婆媽媽他們最喜歡做家事 對不對 又要照顧小孩 又要煮菜的 那煮菜呢 當然他們的身體也會有點痠痛 是 美鳳姐我記得她有代言一個 按摩背心 就是可能可以調時間多久 你要按摩多久 等一下 它是一件背心但是有按摩的功能 它是按摩的功能 就可以讓那個 婆婆媽媽可能一邊做家事 一邊來按摩 所以就是有計時器的按摩背心 對不對 還不是 什麼 什麼 來 來 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越來越接近 鍋子 鍋子 兩隊 請搶答 恐龍隊請坐答 鍋子什麼 鏟子 鍋子 鍋子的鏟子不是要配一對嗎 是沒錯啦 是不是 是沒錯 然後那時鐘怎麼決定 那時鐘呢 時鐘就是 它可能是新罷名的那個 計時器的鏟子 怎麼 用酒它會燙 好燙 很燙 對 上面有時鐘 我們開始已經覺得 他們在說服他們自己 對 是他 不是我 我也不相信 各位 有計時器的鏟子 對不對 都知道了 什麼 宇浩隊請坐答 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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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爐呢 就是代表煮菜的東西 但是呢 鍋爐上面也沒有計時器 那什麼東西可以來烹飪 不是微波爐 就是烤箱 對不對 厲害 他感覺很像李昌鈺耶 是李昌鈺 烤箱 是烤箱 烤箱 不對 錯 不對 還不是 各位加油啦 我們的方向錯了嗎 對 很接近 袁浩隊很接近 但不是 緊接著我們來看 第四個線索會是什麼呢 這是廚房的啊 這是廚房的啊 兩隊 請講答 不是烤箱就是微波爐 而且微波爐其實可以代替鍋子 微波爐對不對 很 紅紅隊請坐答 那我知道了 你猜 我跟你講 廚房裡還有什麼 如果 如果 他要看到什麼 微波爐對不對 對 不是微波爐 那一定是 兩隊 請講答 微波爐 不是烤箱就是微波爐 而且微波爐其實可以代替鍋子 微波爐 對不對 黃紅隊請坐答 那我知道了 你猜 我跟你講 廚房裡還有什麼 如果他要看到什麼 微波爐對不對 對 不是微波爐 那一定是瓦斯爐 為什麼 因為你看瓦斯爐 這邊有耶 我跟你講 瓦斯爐一般不是 一個會有兩個圓的那個盤子嗎 是 還有12點 3點 6點 9點耶 該有的點它都有 對不對 美鳳有約裡面煮菜 要用瓦斯爐 要嘛對不對 那瓦斯爐 那個鍋子是擺在瓦斯爐上面 是嘛對不對 那瓦斯爐是不是在廚房那邊 是嘛對不對 對 OK嘛 瓦斯爐 對不對 結束 是的 正確的解答就是我們的 瓦斯爐 全世界第一個瓦斯爐 就是在出現在英國的博覽會上 是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 英國的地標 大分中來 當一個 好不好 所以你們把它全部聯想到 它是計時器 對 其實它是在英國的博覽會上 第一次出現的就是在 瓦斯爐出現的 在英國的博覽會上 原來 了解了嗎 所以現在讓我們終於知道了 瓦斯爐原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在英國 是在英國 對 學到了 緊接著 我們來看 意志聯想品的第三題 也是猜一個物品 這個提示你們要好好的想一下 好 這一題的提示就是 她的一聲任人百步 我們來看 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羅大佑 羅大佑 一聲任人百步 一聲任人百步 兩隊請搶答 游泳隊請做答 羅 大佑 好 你如果羅大佑 你猜羅 你為什麼不猜柚子呢 柚子是食物 我 真的被她猜錯 樂器 羅 對不對 還是 鋼琴 Keyboard 做詞做曲 他是用Keyboard彈 彈Keyboard 鋼琴 任人百步 對啊 鋼琴任你百步 我猜的這個比你猜那個計時器 有Sense多了 那你最好是這一組 而且 而且我覺得你猜的Sense比較高 對啊 至少是有文藝氣息 你知道嗎 對 你現在要比氣息是不是 對 我猜竖琴 是不是 神經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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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是古代人 竖怎麼輕啊 我們比氣息啊 對不對 不管是什麼 瞎猜 所以到底是竖琴還是Keyboard Keyboard啦 他彈Keyboard 我尊重他一次 真的他一次 Keyboard 不對 錯 請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學校的 學校 兩隊請搶答 同學隊請動手 我想童年是不是羅大佑寫的 黑板上老實的粉筆 黑板 還是 急急扎扎 學個不停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學 等待遊戲的童年 對啊 黑板 黑板 一輩子都被人家寫 因為他也不可能自己寫出來 對 黑板 對不對 黑板 黑板 有生死 搞了半天 一個看到羅大佑我就猜到了耶 為什麼猜到了 第三個線索 解除 因為拍過校園片 麻辣現絲 麻辣現絲 播了很多集 也算是長壽劇 第四個提示就是 我們意志聯想題的第三題正解就是 我們的黑板 您猜對了嗎 第一回合意志聯想題 統統隊得到的是 10分 YES 袁浩隊得到的是 馬上我們進入 勝負的第二回合即將開戰 請兩隊藝人按鈴搶答來猜題 答對即得5分並可續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你們準備好了嗎 來吧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是 我好喜歡生活題 上課了 真的 生活題好棒喔 你知道嗎 而且生活題呢 除了答案很有趣以外 可以引起大家熱烈的討論 還有 太棒了 生活題兩隊 請聽清楚了 好 網友票選 是什麼 兩隊請搶答 一號隊請做答 為了更漂亮 因為被排擠 不是 要先猜 為了外表 讓外表看起來 更漂亮 或者是例如說 為了交女朋友 好啦 我們先 我們先講女生為了更漂亮 女生變漂亮 更漂亮 想要變得更有自信更漂亮 是的 有沒有 沒有 你看吧 通通隊請做答案 先打一個安全的 為了健康嘛 他剛剛講什麼 他說不要變漂亮 為了變漂亮 這種太通俗的答案 太通俗了 對啊 因為你看一般來講 胖子都會有一些 對 所以很容易就會有病產生 所以一定是為了健康 對啊 對 林道遠 你現在幾歲 23 請問 你有沒有因為肥胖 而帶來的疾病 有啊 譬如 對嗎 不是 我跟你講 他的毛病是抓不到羊 對 我幫他抓羊 沒有 我常常去露牆壁 喂 他常常去露牆壁耶 真的 好 為了健康有沒有 沒有 有了 好不好 記得他 其實會比較容易遭到 朋友的 牌擠 對 牌擠 這是真的 胖子容易 真的 以前班上好像 以前班上有沒有 我們都會欺負他 對 比如說看到艾成他這樣身材 你不要哭了 你跟我們一起掛 你跟我們一起掛 以前我小的時候很瘦 真的嗎 牌擠 會牌擠 不想被牌擠 被其他人牌擠 因為你看電影電視 是不是每次被欺負的 都一定是胖子 對 對 比如說你看新兵 幾乎都 大家都說我游 電邪便 什麼的 大家講話算是實在的 對 他們講話是實在的 OK 好 被牌擠有沒有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一定有 來 雲昂隊請做答 很厲害 我有一個是 我曾經為了要穿漂亮的褲子 而去減肥 對 就一條牛仔褲很漂亮 然後 而且是出國 靈馬 很漂亮 覺得自己穿得下回去 就差那麼一點點 買了 我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可以把這褲子穿下去 對 就減肥 一放 真的 對啊 真的 我也會這樣 真的會這樣 我們先選齊慧這個答案好了 好 所以是 為了要穿漂亮的衣服減肥 穿不下 對 為了漂亮的衣服有沒有 有 謝謝 我繼續做答 我覺得為了談戀愛一定有 談戀愛嗎 那你談戀愛你也沒變瘦 沒有 那是 那是談戀愛 那談的時候就開始胖了 為了談戀愛減肥有沒有 是不是第一名吧 好 還有什麼 繼續做答 通常我們都會有偶像 然後我們就會想要 例如說我看到 我看到REN 然後那個六塊肌 為了偶像減肥 想要自己變成跟偶像一樣 沒錯 沒錯 好 不錯 真的 那繼續做答 我應該想得到了 最後一個 拍婚紗照 每個人結婚的時候 男生女生都一定要 拍婚紗照的時候 都要特別減肥 對啊 幾乎每個人都要 沒有一個人不要 因為只會有一次嗎 對 只會有一次 這跟衣服全部現在不是差不多意思嗎 不一樣耶 不一樣 穿婚紗 為了結婚 為了結婚 對 好 為了結婚 減肥的有沒有 沒有 恐怖隊機會來啦 請坐答對 來啦 最後一題我來答啦 因為他說崇拜偶像嘛 還有一樣 我一直都想要為粉絲做的 減肥 為了粉絲而減肥 你做了這麼久 怎麼能開始做啊 你 等一下這樣 我心裡 在見你 遲忘 你無聲陪伴 你現在已經聽到這首歌 連動都不動了 不動了 我就唱了 不是 你最後這個答案很狗腿耶 怎麼不行嗎 為了粉絲 感覺是講給你的粉絲聽 然後就好像你會為他們做什麼 就是 就是等於拿我們這個節目來做自己 不是 而且重要的是 你真的有粉絲嗎 我 你要講清楚喔 因為我是偶像 為了我的粉絲而減肥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就跟你的粉絲一樣 沒有 網路票選 為了什麼原因 想要減肥 我們來看第三個正解是什麼 都忘了 我想請問 最重要的喔 解不下來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對 你今天是問顧問是不是 我幫你講話 他現在做專訪 吃太快 對 吃太快所以 沒有矽膠蔓延 吃太快 所以 吃東西吃太快 不過說真的 你們沒有跟林道遠 一起坐下來吃飯 他那個不是吃飯 太快 你知道真的 所以我們一直可以講說 真的耶 吃慢一點 對身體比較健康 不管怎麼樣 健康才是第一優先 沒錯 請接著來到 生活題的第二題 兩隊請聽清楚了 網友票選 兩隊請搶答 回家時間 對 回家時間 門禁 門禁 例如說我六點回家對不對 我說我要跟我朋友去喝茶 他說 你六點出去 七點回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就一個小時 門禁有沒有 可愛的張祺慧口說的門禁答案 會是小孩最受不了媽媽管的 Top5 最受不了媽媽管的事情 前五名 兩隊請搶答 回家時間 對 回家時間 門禁 門禁 例如說我六點回家對不對 我說我要跟我朋友去喝茶 他說 你六點出去 七點回來 一小時 十點 十點 門禁有沒有 好 記住答 我覺得還有一個 交友狀況 交友狀況 交往的對象狀況 對 對 你交友交往的對象狀況 有沒有 是不是 好 好 游泳隊請記住答 還有什麼 工作 工作 但是你在外面受寒受動 工作好不好 過度關心 干涉你的工作內容有沒有 有耶 做答 還有 我媽媽非常喜歡念我一件事情 是 就是關於 我沒有氣質的事情 可能笑聲很大 或者是講話很大聲 對 媽媽就會念了 她會覺得說你沒有氣 所以就常會碎碎念我這些東西 對 生活上的習慣 對 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 有沒有 我想媽媽會管你賺多少錢 因為她覺得說你賺的錢 要拿回來給家裡面 媽媽幫你保管 媽媽幫你理財 賺多少錢回家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們來看第三項 以及第四項的正點是什麼 金錢觀念 對 花費 揮霍 對 對 都是刷牌 應該不是說賺 是說花錢 對 花錢 花錢 媽媽都會講說是 能省 東西不要亂買 對 緊接著來到生活題的第三題 網路票選 男生能夠交到女朋友的條件 錢 五名 會是什麼呢 女王隊請作答 如果她有錢的話 現在有有錢有車 但是不一定要有房子 對 但是最重要一定要有什麼 你知道嗎 有錢 懲嬌 要有一堆 對 要有懲嬌 我覺得懲嬌好像滿容易交到 妳好 妳好LOW 好適合我的感覺 我有錢才能交到女朋友 對 沒有 好 好 我第一眼會看的是 什麼 是不是男生要 幽默 我告訴你 這個我還做過試調 我跟你講 導播盡量不要 這個愛情好不好 還不會今天就是她跟我告白的 不是 妳算是我近期當中 看過最不幽默的人 妳還沒穿她進去幹嘛 還沒 還好吧妳 有幽默感的人 有沒有 有 有 是不是 那她轉 她轉 孝順 可是剛開始 可是剛開始你 怎麼知道她孝不孝順 孝順 或許是一種氣質 是不是 等一下 沒有人叫你演好不好 孝順 來 我覺得孝順 人要孝順 才能交到女朋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是不是 不錯 來 就是把它講出來 那都是我 妳把妳的摺摺條例全部講出來 再來 把它講出來 對 要 體貼 有沒有 有 有 又有了 真的 妳的摺摺條例全部都在上面 這題妳把它打完好了 帥 要帥 要帥 然後帶得了 就是帶出去有面子 帶得出去 對 出去有面子 對 帥有沒有 這個不實際 怎麼可能 帥不實際 我覺得我們剛剛整合一下 剛剛講友情可能太通俗了 我把它整合一下 就是 工作 然後 穩定 收入穩定 有穩定的工作 穩定的工作 有穩定的工作 有沒有 Yes 還有 又在講我 有才藝的人你身體型 真的 沒錯 有才華 你知道嗎 真的 像我會彈吉他 我會玩滑板 我會跳舞 全都是因為 我當時的那個男朋友會 我是因為他 我才會這些東西 所以有才華 有才藝的男生很辛苦 那妳是碰到一個男朋友 就會這三樣東西 還是碰到三點什麼 喂 你一定要這樣問嗎 好 有才華 有沒有 是的 第二回合兩隊的成績 童童隊得到的是 好低喔 元昊隊在第二回合得到的是 40分 兩隊兩回合加起來的總成績 童童隊得到的是 30分 元昊隊得到的是 45分 掌聲 鼓勵鼓勵 這兩位也請到前面來 天啊 今天的超級一點通 從剛才我們的意思聯想題 讓你動動腦 一直到生活題 視聽 我相信在這裡面很多舉盤 大家的答案討論 應該讓大家吸收許多 沒錯 也謝謝今天兩位的特別來賓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大家記得 這首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心靈敬心群